來歷領我們這個仁德區二空新城這個停二停車場的這個啟用典禮 那這一場的來源有點故事啦 語言很清楚 這個這塊土地是我們二空新村都更案裡面所劃定的公共設施用地 它就是停車場用地沒有問題 那當然就是在都更的時候為了滿足公共設施的需要 就留下了這塊停車場用地 先下一頁 那面積大概是兩千一百多平方公尺 還算大 那在市長的指示跟這個各位議員委員的多處之下 市長指示說這個新村的這個都更的實施者雖然都發局剛簽約 那不過市長要求公共設施要先行 所以我們交通局在去年年中就啟動了這個僻建的計畫 那從這個規劃設計到施工大概花了半年 所以我們在年初完成那經過驗收今天我們可以來開放使用 那整個總經費呢其實這個是工程經費三百六十幾萬 那總經費按規劃設計大概是四百三十萬 那其中是由實施者提供了三百九十萬 因為這其實是在都更實施者要提供 他自己本來要僻建 他提供經費給市府 市府交通局優先來專業的僻建成專業的停車場 那因為物價調整我們市府還多挹注了四十萬 總共是大概是四百三十萬的經費 那總共呢可以畫出六十七席的停車格 那其中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停車場法有修正 未來公營的停車場一定要至少百分之二的格位是綠能格位 所以未來我們這場我們正在委外 未來會有委外的專業的廠商來做智慧化的停車收費 那同時也要求他要設兩席的充電樁的格位 所以未來這裡如果有電動車充電的需求 也可以進來停車間充電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位置在這裡 所以未來整個大家可以看到周邊的大樓 很多量體很大的大樓正在興建 所以我們這個停車場 平面停車場避建完成之後 一定對於周邊的這個停車的空間的提供的滿足 有一定的幫助 來下一頁 那這個是六十七席格位的避建 那市場只是人本交通的概念 所以我們未來在停車場避建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把周邊的人行道的設施 退縮之後一併的留設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周邊的人行環境有一定的優化 那另外是這個未來我們會裝設 智慧化的這個停車的這個設施 收費的設施會有閘門的管制 來進行這個停車場的收費的管理 那我們也留設了兩席的這個無障礙 兩席的這個富幼親子跟兩席的這個綠能優先 加起來總共是六十七席的格位 那另外利用路邊 路肩會說足夠的空間也畫設了十六席的機車格位 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剛提到 就是本來是這個二空新村 這個拆除之後的這個樹地 那我們加通局經過整地 把它變成是環境很優化的這個平面的停車場 下一頁 那 即日起開放這個免費試停到四月底 我們大概就是新的停車場 大概就是一個月的試營運期 讓周邊的李明適應這個停車的動線 那五月一號起就開始收費管理 那一小時收費 那這是我們台南市目前這個收費停車的這個一般的費率 那在地的李明有月角優惠 那在地就是有人和人愛李的李明有月角優惠 那當然身上跟綠能的車格也都有享有月角優惠的登記 那如果有需求的朋友 我們會我們有一個月角優惠的登記的辦法 我們會保留這個大概三成四成左右的格位 給這個一般的這個月角 那其他格會提供給我們零停的使用 來 下一頁 那未來我們會引進這個智慧化的停車管理設備 那當然就會要求它有多元支付 那另外是停車場周邊會有安全的這個監視系統的這個管理 那確保我們停車場的這個停車的這個使用的安全 下一頁 那我想未來整個城市的公共停車場 我們一定會我們會朝向這個2%的目標 因為它的錄日條款是到明年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期間內來完成 那中央也同時有非常多的經費的支持 我們會努力來爭取 那打造電動車友善的停車環境 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完工之後的狀況 我想對於周邊的環境的優化 能夠再提升更好的服務品質 下一頁 好那以上就是我的簡報 謝謝大家 好 陳志祺謝謝我們的王志祺 謝謝大家